就在各国各企业还在无人驾驶的研究道路上苦苦打拼的时候 美国公司优贝尔已经意识到了无人驾驶的无可替代性 并将其列入了未来规划中 今年3月优贝尔在亚利桑那州的无人驾驶测试 运行发生了事故 一辆沃尔沃无人驾驶车型XC90与过往车辆发生碰撞侧翻在地 虽然这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街上也不怎么出现Uber投放的无人驾驶测试车了 但是这并没有让Uber放弃 新上任的CEO达拉·科斯罗·萨西 一次性购买了24000达沃尔沃自动驾驶车XC90 这批车计划在2019年2021年交付 用来组建Uber自动驾驶车队 与去年的匹兹堡投放的80辆同款车型相比 这次的大手笔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自动驾驶车型订单记录 XC90的低配版在美国市场价就高达4.7万美元 Uber采供的这批自动驾驶版 美国售价每辆5.8万美元 这笔订单下来总计14亿美元 据悉Uber将在这批自动驾驶车型中 加入传感系统和相关软件 模拟人体的感官系统 通过对座椅振动车内气流和灯光的控制 来解决乘客晕车的问题 汽车智能无人驾驶 乘客可以在车内尽情玩手机看书等 安全又人性化 除了购入大量无人车作为测试 Uber还与沃尔沃的工程师 合作开发的一种基础版无人驾驶汽车 这一系列对无人驾驶的投资与重视 无疑表明了Uber对无人驾驶未来的坚信程度